每个人都有梦要去追 这些出发也不卑微 每个人都有不完美 理着风也要去飞 终点线上花花香凉 可汗水当最嚣张 抬起头不灭的星光 让我们一起仰望 我的天空 就是如此的不同 我的梦中 总会有你的笑容 烈烈的海风 有暖阳风轰 平凡的光 我做你的英雄 我的天空 有一道夜行彩虹 守护梦中的心 总有一天会抵抗 守护心中的梦 给你坚定的回答 我们飞 飞 飞 飞的极限 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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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道善恋 拜拜 拜拜 天空另一边 寂寞的永远 来 房医家 你出于什么心态 送到我蛋糕 你说我出于什么心理 看见了吗 你当时就那样 最后一个问题 说 奖金 真的你气我仨 劝我的时候 不是还挺大一笔人的 不要钱也敢 那 那不是看你一直消沉 就劝劝你吗 我不要 你跟老秦奔就行了 真的啊 嗯 为什么 没为什么 你不是缺钱吗 高准刷你两百块都给他钱 他自己刷什么一百块呢 我只是 是经济状况暂时没有调整过来而已 了解 缺钱的人一般都这么说 没想到啊 夏儿这小丫头 还有两手 她这是推着技术不再往前走 明雄这单子拖了多久了 他们老跟我说预算不够预算不够 现在这不都干得了吗 说明之前就没好好干 他们也不容易 这次能干成 也是因为升级了配套零件啊 可这也属于技术革新嘛 也不是想做成就能做得成的呀 对不对 那还有百分之五十订单可没签呢 这也就瞎猫碰上死耗子了 是是是 咱们一起往后看啊 好 宣时 能完美 好 好 我的想法是构建一套大数据 电力抢修热点预测系统 组长 哎 怎么了 你没走啊 就是一年一度的那个发布会的事 刚才我碰见市场部的琳达了 她说让咱们提供一个视频介绍 哦 回头我去跟她对接吧 应该还差高冷那块有一点东西 没弄完 组长 你没事吧 没事 这挺好的 那你没事 我下班先走了 哎 路上小心啊 拜拜 拜拜 我总觉得林青青好像发现什么 嗯 懂完之后再去找你 嗯 嗯 嗯 进 哎呀说不了了说不了 每天这么躲着她们跟偷情似的 偷情可比这累肚子 感情阁下你有经验啊 又有 这许愿石 我还以为是个多正经的人啊 您到底背地里干了多少不正经的事 难怪我在厕所里还听过我俩的门关 你听她们的呀 顺便听她们扒告了一下 永彪的最新乡村总裁四间套 嗯 永彪其实什么都知道 嗯 挺多了也觉得挺烦的 所以就顺手录了个音 八个永彪了 让她也清醒清醒 你这样做容易得罪人 下次再遇到这种事 别用自己手机发 我有那么笨吗 我用高冷手机发的 也别用高冷手机发 高冷不进于厕所 果然 迅速长脑子也有不好使的时候 真信我发 我是来干正事的 讨论一下 参赛主题 我就想了一个特别不错 VR智能导航系统怎么样 又符合我们公司 而且我看招标案上 也有人这么写 不能用导航 不然很多设计上的固有思维 会被看出来 我们得想点不一样的 那就一个 智能语音系统 我来给你配音啊 葫芦娃 冰桃小丸子 老鼻秀心 你选 那你可以先叫成爷爷来听一听 果然徐组长还是没事就会挑衅女同事 我听他们说 音音都给你看过电影吧 叶音音还说我跟他好呢你行吗 那他们倒不会有聊这么深入的 真的呀 没吃 你还逃不到那份 这是我刚才整理出来的 好 加班呢 走的时候记得关灯 辛苦 辛苦 我们不能再在公司留这么晚了 万一被公司的人发现我们两个 用老庆的名义参赛 那就有麻烦的 何止有麻烦 会有大麻烦 去我们家吧 真的 好吃好喝给你们备上 把老庆也叫上 这样我们三个人 你也不用担心我会对你做点什么 行 等会我和老庆说一声 明晚七点 鉴于最近徐组长太辛苦 又需要重外快忙比赛 又需要忙自己的分内工作 那么二者兼得 一样都不许拉哟 就你说 知道就好 幸福了 学都学不学 中国人的学校 也不需要 你还不需要 帮助理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这个衣服换不换 我这 我这儿 什么东西 外卖 外卖还没点 你是 你明天不是要 要不然找陈上问问 他上海人脉挺广的 不好意思 发错了 勾起人好奇心 还不让看呢 与你无关 与我无关 你们两个 自己吃了晚饭再过来 好 不仅人情冷冰冰 就应该是 人情述 自己的安永 终于翻唱 都 developmental的 好劲呢 店里还有点事 晚点到 不影响她做生意吧 应该没事 坐 我去外面透过气 我欠你钱了 没有 那你干嘛这副表情 那就是怪我没给你分泡面喽 我有个朋友得了重笔 关系很好的那种 一个月前才刚见过 上次见面不愉快 情况严重吗 心血管问题很严重 目前还在留言观察期间 我们找到了以前的大学教授 万一情况严重 就可以找他帮忙 过几天我请假去点上海 项目的事情我交给老妻了 等我回来 对了 我舅舅在上海是特别著名的 心血管外科专家 要不然我一会儿把联系方式发给你 我想有他在肯定没问题的 他很难约当 提前半个月也不一定挂到号 别觉得自己欠了是吗 换了技术组任何一个人我都会帮他 想说 那我们不是同学吗 感情应该比其他人要 深那么一点 就到我提前贿赂你啊 贿赂 我来公司令你弄目的的 什么目的啊 把永彪干下去 那我也祝你成功 不过 就算你不会了我 我也会帮你的 毕竟 我们俩是同学 感情肯定比别人深一点 谢谢 你好 谢谢 小元 你这房子一个月房租得不少钱吧 我朋友接住的 我也不知道 你有那么有钱的朋友 还给老徐打工 你朋友干什么呢 房地产还是我也不记得 干 干活 老徐 你说 是什么朋友那么大方 把房子借给他住 不会是男朋友吧 他没有男朋友 妹子 你单身哪 你要给我介绍人吗 也不是不行啊 我身边也不是没有那种 又帅又有钱的 你有比他帅的吗 难 但肯定比他有钱 但我这人就喜欢那种 又帅又没钱的 那不行 那不行 我们老徐连一个女朋友 都没谈过 她没经验 行行行 笨鸟先飞听过没有 我找哪些爱 我要找你 你找我 你 找我 我找你 你你 找我 我找你 你不想把你 我要给你 我找你 你 你 by you by you 心底微醺那刻 cause I believe you 当你眼神望下我 oh you you every time you by you by you 心底微醺那刻 cause I believe you 当你眼神望下我 oh you you every time you every time I'm meeting you 好见你心哪有 有看不懂的可以问我 我发现 咱们的产品其实都可以装双系统 但是根据后期的市场测评 还有数据分析 发现北斗的使用率其实不高 那我们为什么 还要跟北斗一起合作 北斗是中国的定位系统 GPS是美国的定位系统 是我们做得太晚了吗 还是 并不是 并不是 其实我们一直在做 今天北斗三号 开了世界导航卫星室的先例 一口气发射了十八个卫星 预计在年底 开始提供全球服务 一开始落后于人 并不代表 会永远落后于人 我算是知道 你为什么要一直做到好客气了 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 你会写代吗 不会啊 但是我会帮你拿你票 好 谢谢啊 我最爱喝气泡水了 说给你了吗 行 你俩聊 我多余了 我走 一会儿我写完方案发给老秦 这周让老秦出一个测试版 等我从上海回来再说 好 比赛的时间还很长 别太紧张 我不在的时间里 你要盯紧点 正好杨部长也在外面开会 万一你再从心 既速足 就是剩下你和林青青上班 行不行 不是有指纹打卡吗 高隆他们也太懒散了 你以为了 这么晚了 谁呀 不好意思啊 这么晚打扰了 今天小浩过生日 朋友买蛋糕买多了 给你尝一下 朋友也在 那正好 你们大家一起吃 谢谢 祝小浩生日快乐 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来参加一下 小朋友的派对 很有意思的 好 好 好 那你们先忙 打扰了 谢谢 好 怎么了 那男的是谁呀 小浩又是谁呀 邻居单亲爸爸 小浩是他儿子 行吗 好 你说你们女孩是不是都喜欢这种 长得帅又有钱呢 我这人就不一样 我这人就不一样 刚不是说了吗 我就喜欢 长得帅又没钱 那有没有这种类型的 女的 你有没有合适的介绍一个给我呢 你 你干吗 你还不允许人家有点梦想呢 我现在就是不想努力工作了 又想钱从天上掉下来 我怎么了 那你怎么不当许愿吃的乌龟呢 弄得差不多了 关电脑吧 这就走了 不吃蛋糕啊 不吃了 那我送你们下去 不用了 外面天眼黑了 出去不安全 我们俩丢不了 那不吃 我吃一块儿 别吃了 回头弄我一车 老许愿 说实话 你要是有钱 比刚刚那男的能帅一百倍 而且你要是想挣钱 那还不容易 分分钟的事 你忘了咱们当年的转型 没必要谈你钱 我现在确实没钱 我人缘妹妹也说了 就喜欢没钱的 反正我看今天晚上你俩挺有戏 不过老许愿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 正儿八经找个对象 可得考虑防光明面的因素 感觉是一回事 合不合适是另一回事 今天陈山跟我说 我明天可以离职了 真的 他怎么突然肯放你自由了 之前不是说什么都不让你走吗 你们那个什么 几个亿工程的大项目搞定了 项目早就停了 他说维林这边明年就会关 要是明年五月份之前 他拿不到招标处 他也会辞职 那 那你就自由了 他是希望我出去跟他担干 你怎么想的 不知道 还没想好 不过老许愿 我想了想还是想不明白 到底是谁跟你说的好汉 不能替当年勇啊 啊 我当年要是有你一半优秀 我能跟我们村口大妈吹一辈子小罗号 我还在上电视打广告吹 我就我就这 在这次游云杯全国创新大赛当中 获得一等奖的好成绩啊 好 给你介绍一下 他叫梁梁 是星恒技术研发部的主管 你好 怎么样 小区同学 对我还有印象吧 星恒远近闻名的技术专家 最令选手文风丧胆的品位 就怎么能得了 好好 那就不兜圈子了啊 你这次在比赛上 抄前的理念 和对行业独到的见解 以及细致的观察 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影响 所以特意麻烦你们梁教授 做介绍 希望说服你 毕业以后啊 加入我们星恒技术研发部 星恒可是从来没有招收过本科是吗 来 送你到了 快快快 留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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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改天啊 找一下见到的前教授 我们再好好聊聊 期待得到你们大理支持 白玉玉 也希望像小区这样的新鲜血液 谢谢 越多越好 好 好 等你的好消息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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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些年我也一直都没有放弃 一直在帮老师做些事 真的 我就说你可是导航系统应用方面的大神 怎么可能一辈子窝袋 在围林做车载导航呢 那 鱼儿妹子怎么办 我不否认我对她有好感 这也没什么好否认的 但也仅仅只是好感 老师 那个男的可是都储门口了 你是打定主意一辈子当备胎了你 所以你怎么想 你 我明天就去上海看老鬼 比赛的事情就先交给你了 有问题给我打电话 放心吧 还有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内 不要单独上人家家里去 就算她主动邀请也不行 好 齐悦 你一个备胎怎么能提正牌哪有的要求呢你 那你试试 你不是吧 难道我已经英俊哪让你有危机感了 你再胖点我的危机感更重 我爆胎了兄弟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你这备胎胎压本身就不稳 前途堪忧啊兄弟 还不赶紧下来帮我看一下 喂 你好 我知道了 怎么了 这个表情 老鬼的检查结果出来了 他需要做全主毒脉弓治患手术 风险很大 那怎么办 老鬼会不会 你先别着急 等我去了上海再说 好 我得跟向远说一声 我这次去上海 应该一时帮我回过来 你跟着了 你来听见 你希望能不能够 监谷 你就能够起来了 这么多的工作 还可以 你是没着想 你怎么向远没有 我找你回去 我找你 你去哪边 我不在的时间里 你要盯紧点 苏 苏张 你干吗呀你 我说呢 这一天天人见不着的 考勤记录倒挺强乎 你们这种形式主义管用吗 管用 本来想找向组长的 没想到碰到这事 这许愿石 平时就是这么纵着你们技术部的 你也看到了啊 这技术部的人有多么的懒散 这么下去还得了吗 我之前就跟着徐燕石说过 一定要纪律整顿 纪律整顿 他非要护犊子 不要我来管 现在好了 你来了 我相信你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我们部门吧 的确是有些散 但不拉 毕竟工作效率还是可以的 你清楚就好 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能 尽快地整顿整顿 一定得对他们严厉一点 这样才能有威望 对吧 否则你整天跟他们嘻嘻哈哈的 他们才不拿你的命令当回事呢 李总说的是 我立刻马上就回去落实 我们的考勤制度 好 下午开会你来宣布 记得叫上我 我给你作证 谢谢李总 好 那我先走了 顾严医生 您好 我是许愿石 向远的朋友 请您接下电话 或者加下我的微信 请看我信息恢复 谢谢 听说你们上次见面 吵了一架 他跟你说的 你这几年挺消沉 他们都看在眼里 老鬼就希望你能 堂堂正正地回上海 堂堂正正地干一番事业 而不是现在像孙子一样 握在背领 老鬼他们对你有愧疚 这几年大家生活都好了 唯独你 所以我就不愿意见你们 看你们一个个丧着脸 这挺没意思 咱们公司呢 一直都有早上九点上班 下午六点下班的规矩 虽然咱们技术组 一直考勤都很齐全 但是的确存在 迟到早退的心想 从现在开始 一旦发现在有这样的作弊情况 我立刻向总部汇报 辞退 听见了吗 维林就是因为有你们这帮懒虫 才会年龄业绩下滑 不想被开除 就听向组长的啊 严格遵守纪律 李总 要不明显王 具体细则太反琐了 我跟他们解释就行 辛苦你了啊 应该 我统计了一下 这几个月大家的工作量 发现大家拿的都是基本工资 年底再拿一笔 由公司当年业绩 分发的年终奖 我觉得这样的大锅饭 不适合咱们技术组 所以接下来 咱们技术组将实行 不定时工作制 也就是不用再打卡 大家手里现在拿到的 是一张工作量统计表 上面需要填写的有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等等的东西 如果你们的当年工作量 超出了基本量 我将会向总部申请额 额外的技术 太好了 终于不用白加班了 是 我仿佛看到技术在向我招手 向组长不多说了 我建议就去多做点项目去 如果要是没完成 你所谓的基础工作量呢 如果你的当年工作量 低于基础量的话 不光绩效没有 而且我在第二年会 酌情降低你的基础工资 重载区在那一边 怎么觉得 最近没什么项目 只有特地工资啊 他就那么几个底薪 能养活自己吗 本来就不是学技术的 半路出家 哪有好项目会找他呀 要是没有项目来找我怎么办 你这就是在故意针对我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啊 你现在应该做的是去 改善你的工作态度 并且提升你的年纪 而不是在这儿眼天有人 你们二组改革 跟一组有什么关系 你管好高党就得了 有什么资格管我 忘记告诉你了吧 许愿石在走之前 把整个技术组都托付给我 让我全权负责 包括你 你管得了吗 你管得了吗 副长 吓死我了 天天在公司 耍什么大公子脾气啊 又傻了 还真当自己是以前那个 一来生手办来 仗给的大少爷了 好 组长 您还好吗 需要这个吗 处理好了 清清 那个李迟到底什么背景啊 李迟啊 他以前呢 是个富二代 但是听说 他爸好像个人合资 被骗了几千万 然后就破产了 他爸一跑 他也就出来上班了 不过他这个人性格 确实是有缺陷的 就是那种 从小被家里面宠惯的那种 自从他们家出事以后 他就觉得所有人都在针对他 他就是觉得 你新规定也在针对他 所以才会发那么大的火 没错啊 就是在针对他 组长你还真实上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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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颜 顾颜顾医生吗 梁教授也联系过他 如果这次手术 他能出马的话 那老鬼手术绝对稳了 就是他 这个呢 就是接下来要开始的 ICU三床高四伯的手术安排 请问 还是没有联系上顾颜医生是吗 他的助理给我回复了 顾颜医生现在在国外度假 不好意思啊 实在联系不上 谢谢 谢谢啊 谢谢啊 医生 请问手术怎么样 手术很成功 接下来的是五天要明前观察 谢谢王医生 不客气 我不是王医生 我是顾医生 顾医生 您是顾颜医生 病人马上就醒了 只要度过十五天的观察期 就应该没问题了 接下来你们按照规定的时间探视一下 好 老鬼父母 去吧 不好意思 医生 辛苦你了 顾医生 之前一直都没联系上您 还以为您不会来了 那我能问你一件事吗 我外甥女 圆圆 是不太好管的 还行 还行 那你们两个目前是什么关系啊 那丫头说你是她的领导 算是吧 小伙子不错 那个丫头可从来没为了谁来找过我 这次亲自出马不说 为了你千叮咛万嘱咐啊 就跟催命一样 好 哈喽 抱歉 长官 这位女士小伙子来找你 你答应了 好 舅舅 你怎么一直关机啊 你太厉害了 把手机关机 你都能找着我 我好不容易跟蓝教你 怎么的 又闯过了 怎么会呢 就是想找你搬个小妈 你说 什么事 我领导的朋友生病了 在你们医院 想找你帮忙做个手术 领导 是哪个领导 你连你业都不怕 你还怕领导 他就管得住我 人命关天 你赶紧说你救不救 行 这样啊 等我休完假 我安排人 给你领导的朋友做手术 那就晚了 他现在情况严重 今天下午就要手术 我给你订了 十一点回来的头等舱 头等舱 我这大小姐啊 现在是八点 我来才第一天 收拾一下来得行啊 我来第一天 人命重要 还是休假重要 你知道医生有多累吗 这是我五年来第一次休假 五年来第一次 好不容易睡个懒觉 你是不是忘了 当年你入学的时候 医学生誓言是怎么说的 假意思 咳 咳 当我步入神圣医学学府的时刻 我志愿现身医学 热爱祖国 忠于人民 客手医德 尊师守敬 刻苦钻研 孜孜不倦 精益求精 全面发展 我决心竭尽全力出人类之病痛 祝健康之完美 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 救死生 自艰辛 执着追求 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 和人类身心健康 奋斗终生 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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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了 现在是救人重要 还是物价重要 有了 我知道了 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啰嗦 真服他 辛苦了医生 谢谢你 想告诉你我眼里最美风景 就是你的笑的眼睛 想和你去无人的地方旅行 只属于我们的体力 每当想起和你的无所顾忌 与你分享所有秘密 如果生活能写进一首旋律 那么我想唱给你听 每当和你在一起 每当和你在一起 无聊生活的男孩有趣 想呼吸 心想空气 放过你在身边 放过你在身边而已 每当和你在一起 每当和你在一起 想告诉你 想告诉你 我眼里最美风景 就是你带笑的眼睛 想和你去无人的地方旅行 只属于我们的甜蜜 每当想起和你的无所顾忌 与你分享所有秘密 如果爱情能写进一首旋律 那么我想唱给你听 每当和你在一起 每当和你在一起 无聊生活变得很有趣 夏的风 春天的雨 都被你放进了手心 每当和你在一起 无论发生什么都可以 无论发生什么都可以 月的黑 受伤的心 只要和你都有意义